哎呀,哎呀,哎呀 曾幾何時,我以為好萊塢罷工永遠不會結束 而我們2024將會沒有任何電影能看 這似乎是個詛咒 自從我開始做年度期待作品之後 這個世界似乎就找到各種方式 讓我永遠看不到這些電影 不過2024就是讓我們看到那些被疫情 以及罷工延期的電影的那一年 只有一部漫威以及一部DC作品 這次我們就更該仔細看看 有哪些電影值得我們掏出鈔票 這就是我們2024年度十大期待電影 大家好,我是超粒方 感謝點進這一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出來抓到這點,請訂閱就可以加入這個邪交 我們會製作各種影視解析,快來一起跟上 3,2,1,開始 啊,沒有錯,一如這個頻道的常年傳統 沒有任何十大片單,會只有十大 相信我,第11名絕對有資格出現在這裡 在稍微繞路去當個肯尼娃娃之後 Ryan Gosling終於回來飾演他最在行的角色了 面無表情開著出的冷硬男子 沒有錯,在這部電影中 Ryan Gosling再次抓住方向盤 主演一個改編自80年代同名影集的故事 講述好萊塢特輯演員在真正主角消失之後 踏上調查之路 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只有非常勉強的 一點劇情來支撐動作戲 那麼你一點都沒有錯 有時候你就只是想要把腦袋關掉 享受一些有誠意的動作場面 而你也絕對不用懷疑他動作場面的誠意 因為導演就是捍衛任務系列的導演David Leach 別忘了他還知道死士2以及超爽的子彈列車 與此同時 Ryan Gosling身邊也充滿其他劇情 包含奧本海默的Emily Blunt 黑豹以及我們的Winston Duke 還有快銀應該說 獵人客來玩Aaron Taylor Johnson 甚至還有媽的多床宇宙的Stephanie Shue 還好原本的人選巨石強森沒成 尤其是在令人失望的灰影人之後 我真的是等不及看Ryan Gosling的下一場冒險了 我們真正的第10名 各位聽到的時候反應大概跟我一樣 在2019年有鑑於Walking Phoenix超越精湛的演出 以及一個願意真正深入小丑心裡的限制集劇本 以及不止一點點對於Martin Scorsese的致敬 小丑躍升到了漫畫改編電影的巅峰 進入了堪稱電影藝術的範疇 Walking Phoenix也因此終於獲得最佳男主角 而電影本身也獲得威尼斯的金石獎 下一點比較不重要 這部電影啟發我寫了人生中第一篇萬字解析 但是為什麼這部電影需要續集 又為什麼會出現在我的十大期待之中 導演Todd Phillips以及Walking Phoenix之前都說 這部電影是要當作一部獨立作 而小丑的起源故事 感覺起來也確實是被完美收尾了 而這還不只是一般的續集 而是一部音樂劇 還不只是普通的音樂劇 小丑女士由女神卡卡出演 即使我還是不相信小丑真的需要續集 至少我對於他們要怎麼辦到非常感興趣 去年DC在令人失望的哀嘆之中結束 而我已經準備好要讓小丑成為洗清一切的雨水 讓我好好迎接James Gunn的新DC宇宙了 殺神John Wick本人也許死在巴黎的階梯上了 或許他沒有 但是捍衛任務的廣大世界觀 還是在我們的第九名之中繼續活下去 芭蕾舞者這部電影設定在捍衛任務三和四之間 Ana de Armas飾演我們在第三集學院中看到的其中一名芭蕾舞者Runi 故事講述他試圖找謀殺他家人的仇人算賬 而我們熟悉的面孔也會回歸 沒有錯 Keanu Reeves Ian McShane 甚至還有Lance Reddick的最後一次大螢幕演出 RIP 儘管捍衛人物前傳影集大陸酒店非常令人失望 這個系列仍然是動作設計的王者 然而Ana de Armas在007生死交官之中 極為搶戲的演出之後 我實在等不及要看到她領現更多動作片了 騙我一次那是你的錯 騙我兩次那是我的錯 騙我三次那就是我自虐了 啊漫威這個品牌還真的是面臨重大危機 死世3這部電影原本會超過任何漫威電影的期待值 其中多重宇宙的劇情 以及終於把X戰警帶回來的可能性 怎麼可能不讓人摩拳擦掌 但現實是在過去幾年來 漫威本身已經把觀眾對於多重宇宙的期待給幾乎消耗待見了 漫威從來沒有處於這麼糟糕的禁地過 秘密入侵評價炸裂 蟻人與黃蜂女量子狂熱 以及驚奇隊長也慘遭滑鐵盧 第一個限制級影集回生女 也完全沒有把大眾對於漫威的信心救回來 我們也完全不知道新的復仇者聯盟會是誰 大反派康也因為演員被判罪而生死未卜 而死士3必須 我要強調必須把漫威給救回來 不然就真的沒救了 我可能也要找新工作 而他要把漫威給救回來 就不能只是有各種打破第四道牆的笑話 帶領觀眾去懷舊去回顧已經逝去的美好時光 不能只是讓觀眾喊著 是金剛狼欸 還有跟漫威宇宙有連結 畢竟我們早就知道這部電影的目的了 也就是把X戰警正式帶入漫威宇宙 別忘了蜘蛛人無家日也是徹底的粉絲服務 但是在這些粉絲服務中他們帶出了真正的情緒敵運 當然儘管有這些擔憂 我還是非常確定在第一支預告釋出 秀出修傑克曼大肌肉的時候 全部人還是會馬上失去理智的 我需要這部電影 我真的需要 我不在乎要犧牲多少東西 我只想要在大螢幕上看到這部電影 所有的粉絲和影評都同意 哥吉拉-1.0是個奇蹟一般的成就 只用1000萬美金就將同時令人膽寒又瞠目結舌的巨獸搬上大螢幕 更是有著一個多層次的劇本 闡述戰後被蹂躏的日本 以及在最黑暗災難以及官僚無能之下欣欣向榮的人性 而這部電影更是在美國超越1億美金票房 成為美國史上最成功的外語片 更成為史上第一部被奧斯卡提名的哥吉拉電影 就連2014美版哥吉拉導演 Gareth Edwards都表示對這部電影非常忌妒 認為這只是哥吉拉電影應該要有的樣子 而最令人生氣的就是這些人在好幾個月前就看過這部電影了 那我們呢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哥吉拉-1.0 沒有錯這次換當代奇才 Jordan Peele要在聖誕節推出恐怖電影了 他也許是好萊塢當代僅存的少數作者型導演之一 每一部電影都明顯看得出他的手臂 雖然你並不一定能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但是他的電影總是會激發觀眾們的想像力驚奇以及驚恐 強迫我們仔細的審視這一部電影 即使並不一定超愛 也絕對會在看完之後沉澱許久 而這次他還是一樣對自己新作什麼都不說 完全不知道內容演員甚至連標題都不知道 不幸的是因為罷工的關係 傳言這一部電影可能會被延到明年 不過無論他什麼時候退出 我都絕對會是第一個去搶IMAX票的 在進入第五名之前 我們當然要先品味最細緻的美食 你... 把我餐廳放在我的餐廳裡? 啊! 這些劇作要求最高級的材料以及最小心的熬煮 沒有錯就是高機率看爛片世界 Let the feast... begin! 啊!我們活在一個加肥貓跟瑪利歐 都是同一個人配音的世界真是幸福 但是Chris Pratt這次可以給點誠意嘛 啊!沒有錯在米老鼠之後 蜘蛛人就是下一個進入宮領域的角色了 等等你跟我說這不是粉絲自製電影 是索尼砸下大把鈔票自己拍出來的 那...這部電影怎麼會長成這樣? Oh... Oh... Oh my God, I'm sorry 神鬼戰士2 是一部卡在製作地獄長達15年的作品 在其中一個版本中 主角被羅馬眾神復活成為一個永生戰士 被派去謀殺野俗 我很希望我在開玩笑 但真的不是 但還好這個新的版本是聚焦在他的侄子身上 不過呢,Ridley Scott雖然以往是個無可辯駁 極具影響力的導演 但最近幾年實在是... 嗯... 無論是他的科幻片還是歷史片都不盡如人意 不要以為迪士尼會讓這部上映之前就引起爭議的電影默默消失 雖然這樣說很糟糕 但只能期待這部電影確定失敗 好讓迪士尼學會從此以後拍電影有誠意一點 第五名期待的電影來自我超愛的奇才導演Robert Eggers 對我愛的導演很多 噓... 這個故事講述一個美麗的女人以及愛上他的老戲鞋櫃 不,不是目光之城 而是Nosferatu 要拍這部電影並不簡單 1922原版電影是電影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里程碑之一 不過既然沒有人像Robert Eggers那麼會拍哥德士 民間傳說恐怖電影 那麼他會把這部電影當成他畢生的夢想 那也就理所當然了 也絕對不用懷疑 他會將他獨特的個人風味加入這部作品中 也不用懷疑 他這次也會將整部電影灌注無可取代的歷史代入感 但很可惜的是 因為這部電影被延期 原本要演出的Enya Taylor-Joy被換成Lily Rose Depp 但還是有Willem Dafoe 真的是等不及看到他更多瘋狂的演出了 與此同時 Bill Skarsgård也要加入這部電影 導演的上一部北方人就有Alexander Skarsgård的 他是想要蒐集他們全家嗎? 不過有介於Robert Eggers in 在台灣從來沒有正式上映過 只能準備好在金馬奇幻銀展搶票了 因為瘋狂麥斯憤怒到 是我上一個十年最愛的動作片 我非常感謝華納願意撒超過兩億美金 給George Miller拍這個系列的下一部作品 不敢相信這個系列已經長清超過45年了 沒有錯 導演本人雖然已經78歲了 但是瘋狂麥斯的大師級動作戲 那充滿血型火焰子彈和金屬的交響曲 還是無人能及 讓其他任何開車的動作場面都看起來像玩具車 而瘋狂麥斯憤怒到當初在台灣上映的時候 實在是得到太少注目了 也是因為有人直接用極為簡單的方式將這部電影稱為折返炮 讓有些人完全沒有體驗到這部電影如何讓人徹底昇華 所以這次千萬不要錯過 而且巧的是 這部電影時間是設定在故事中的地球 或者是只有澳洲陷入災難的剛好45年後 Enya Tellerjoy飾演年輕的Firiosa 從母親手中被搶奏 而我們大概會在這個故事中看到她如何逃走 以及如何加入不死老橋的部隊的 雖然說第一部預告有點過多電腦動畫感 但是只希望在電影正式上映時 可以讓我們再度見證一次 這部電影不僅僅是鳳俊浩在四年前 因為寄生上流贏得奧斯卡獎之後的 第一部電影 主角甚至還是Robert Pattinson 自動前三名 我不需要知道任何消息或是問任何問題 在這部幾乎同名的小說改編電影中 原著叫做米奇七號 Robert Pattinson飾演一名可泡氣勢的太空人 每次不幸殉職 系統就會用基因編組將它重置 並且還原記憶 想不到Mickey再次任務中被認定死亡 回來之後竟然發現下一號已經上線 加入Robert Pattinson的卡斯包含Steven Yen Tony Collette以及Mark Ruflo 這還能不期待嗎 而且這也不是鳳俊浩第一次在好萊塢拍片了 之前的《末日列車》 當然也是一部充滿警示意味的科幻作品 而它一向擅長將奇異的概念 刺激的故事 真摯的情感 以及尖銳的諷刺柔和的恰到好處 然而對於一部早已製作完成原本規劃要3月上映的電影來說 這部電影似乎除了當初的第一支超短前導預告之外沒有任何宣傳 不用懷疑又是被華納延期了 不過也許它會在砍城櫻沾首播 又或者是直接移到年底去衝奧斯卡季節也說不定 咱們第二名則是一部迪士尼電影 在迪士尼收購福斯之後 大家最期待的當然是X戰警回歸 不過我個人也非常關心福斯另外一個超大IP究竟會怎麼被處理 也就是異形 沒有錯你們絕對不能忘了 異形女王也是迪士尼公主 但你一定在想追不定憑什麼跑到第二名 啊有些長期觀眾應該知道 我沒有什麼特別偏好電影類型 除了科幻恐怖以外 更精確來說是太空恐怖類型 我真的好愛那種幽幣恐懼感 那種不知道無法理解自己要面對的究竟是什麼的全然無助 那種窒息感之中帶著的隱約邪惡氣息 那種高科技對比原始生存本能的衝突 當然了異形幾乎可以說是這一切的十足 但是這幾年來這個系列有一點跌跌撞撞 別擔心這部電影是設定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間 並不是要繼續拓展越來越難收回的世界觀 而是展現一個純粹的生存故事 就像當初黑馬漫畫所帶來的那種故事 而作為一個異形粉 說異形2是最後一部真正好看的異形電影 應該沒什麼爭議吧 雖然我覺得普羅米修斯其實很有潛力 然而人們對於凡人被恐怖的外星生物追著跑 仍然如此著迷 還是得要歸功於這個系列 如果終極戰士狩獵者都可以為那系列注入一股活水了 那異形也值得這樣的對待吧 這部電影導演並不是Ridley Scott 而是拍過暫時停止呼吸 以及害人來電這幾部佳作的導演Fede Alvarez 而他對這部電影提案 讓老雷興奮到直接重去總部說服高層拍這部電影 這也許會是今年最令人失望的電影 但也許他也會好看到讓誰不重要回來做影片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第一名 再說一次 這只是在向各位分享一些值得期待的電影而已 看看我們去年有多少期待的電影最後都令人失望 蟻人印第安娜瓊斯 甚至是連我第一期待的不可能任務都不見如人意 但這就是作為影迷的樂趣 你等了一部作品一整年 然後他卻直接讓你鮮碎 Yo! Where's the other half, bitch? You are not prepared for what is to come 而我今年第一期待的電影別無選擇 當然就是《沙丘》第二部了 我去年也有期待它 結果被延期了 我到底為什麼那麼喜歡《沙丘》 沒有錯,《援助啟發》《星際大戰》以及往後無數的科幻作品 對,這兩部電影充滿我超愛的劇情 對,我已經做了兩萬字解析闡述《沙丘》為何如此震撼 這些都是原因 但是《沙丘》帶給人的感受是難以言喻的 光是看到預告中 沙蟲衝向薩都卡軍隊的畫面 以及Paul 吶喊的力量 我就感受到我好幾年都沒有在電影院得到的震撼 想像一下在IMAX上看會是什麼樣子 《沙丘》讓人想起電影以往感覺起來多麼巨大 就像是你還沒被社會洗禮的孩童時期 所有新東西都顯得驚奇 這部電影徹底將人傳送到一個外形之地 充滿陌生的建築形態、材質、文化、聲響以及奇異的設定 每次想到這部電影 我都想要回到當初再重新體驗一次 而對於那些說低級無聊的人 我得先說 那很好 但到底哪裡無聊 最後還有一個必須看這部電影的重要原因 導演已經說過《沙丘》2如果成功 並且高層給過的話 他就會開始改編第二本小說 有讀過《沙丘》的人都知道第二本開始才是精華所在 有些只看過第一本的人甚至還誤會這故事想講什麼 所以只能祈禱《沙丘2》大獲全勝了 好啦 其實2024年我原本第一名最期待的電影甚至不是《沙丘2》 而是一部動畫片 有些電影不管是視覺、故事、角色塑造、幽默以及音樂 都能讓人細細反覆品味 而這部作品或許是自30年前皮克斯推出《玩具總動員》之後 動畫史上最重要的創舉 也是我們此生看過最完美捕捉到漫畫精神的電影改編 當然我所指的就是帶我們真正體驗多重宇宙的《蜘蛛人新宇宙》系列 結果原本預計今年3月就要上映的《蜘蛛人新宇宙》完結篇 如今因為好萊塢演員罷工以及動畫師甘榨鏡 目前正無限延期 面對著漫長的苦等日子 只能靠最極致的方式才可以讓我們熬過難關 也就是蜘蛛人新宇宙Live動畫交響音樂了 啊沒有錯 如今終於台灣也等到 真的只能用欣喜若狂來形容了 畢竟這種神作只能用最高規格來重新體驗 這場表演集結了現場音樂演奏者 巨型大螢幕喇叭 七彩燈光秀 目的就是給我們一個最瘋狂的視覺與聽覺饗宴 不過我們這邊也已經聽到你們正提出的疑惑 蜘蛛人新宇宙裡面最精彩的配樂 就是那些嘻哈與電子元素 要怎麼用交響樂的形式現場呈現 嗯 這可就是蜘蛛人新宇宙動畫交響音樂會所打造的獨有現場體驗 這樣說好了 各位應該都感受過古典交響樂的澎湃震撼 你們或許也有看過夜店DJ刷蝶的帥氣姿態 但是你絕對沒有機會在同一個舞台同時體驗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音樂風格 這次M&A成功邀請到David Mahoney本人親自來台擔任指揮 他不僅是蜘蛛人新宇宙動畫交響音樂會指導之一 也在2023蜘蛛人新宇宙全音巡演中擔任指揮 但我們體驗最接近電影配樂的演奏 至於電子音樂找來的則是Paul's Molo 沒事 不然票就不可能這麼划算 這次我們有榮見證蜘蛛人新宇宙蜘蛛人穿越新宇宙電影原聲帶DJ Blakey 親自來到音樂廳現場混音 蜘蛛人新宇宙動畫交響音樂會門票1月25於M&A售票網上起售 這次M&A有給我們頻道專屬優惠 現在就到影片資訊欄點進連結 購買2400-3900票區 3月30高雄魏武雲歌劇院場與3月31台北國家音樂廳玩場 向85折優惠 3月31台北舞場向9折優惠 家裡有蜘蛛裝的記得穿來 有小朋友的歡迎通通抓來 大家一起共襄盛舉年度最難忘跨越多重宇宙的兩天電影大派對 就這樣這就是完整的期待名單 還有很多來不及提到的像是邊緣境地改編電影 星球崛起最新一集 甚至還有魔界的手繪動畫 當然還有無數值得期待的影集 那就要留到下一部影片再說了 現在就點畫面上的連結看更多影片 我是超立方 我們下部影片見